刷经寺只剩下了三千多个人 除了张广寺无恙 他的三百名亲兵和外围的两千军士 全部殉国 余下这些兵士保着他 推到寺后经堂大佛殿 也都人人身带刀伤见孔 浑身都是血污 却半点不敢松懈 提着血淋淋的刀 站在滴水盐下 预备着最后一波 张广寺头发蓬乱 满脸憔悴地 坐在京堂东侧的椅子上 眼睛直直地盯着地下的青砖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外边藏兵几里嘎啦的叫喊声 传令声 清晰地传进大殿 他竟是充耳不闻 他摘下腰间的宝剑 抽出半尺许 寒光闪闪的剑芒刺目 仍旧是那样的锋利 这是包扬他青海战功 雍正御前清门 当着多少文武官员 当面赠刺 曾招来过多少 新鲜妒忌的目光呢 这柄盘龙相遇的宝剑 多年来刻不离身 杀过不知多少敌人 也用他诸禄过陶匠 他自身就是一种骄傲和自豪 也记载着他的功勋和忧患 如今 他小心地抽出来 用白手券 轻轻地擦拭着 缓缓站起身来 望着已经冲入内院 列队代工的藏兵 突然间 爆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 我杀人无数 无数人杀我 和汉之有 想不到 张广司 命必于此 手中的剑 闪过一道雪亮的弧光 就像向左抹去 他的师爷无雄红 一直站在身边 张广司抽剑时 他已警觉万分 见他横剑自尽 急抢一步 双手紧紧擦住张广司的手臂 扑通一声 长跪在地 已是声泪俱下 大帅 大帅 留下青山 留下青山 松港离这里不远 又有骑兵 这个大佛殿 敌人不敢纵火 在鼎翼时带缘 您一轻声 请客之间 敌人就占了刷金寺了 张广司长叹一声 泪如雨下 缓缓收回了宝剑 正齐桓无奈 外面一个歌诗哈 一步跨进来 大声禀道 大帅 沙罗奔已经进了天井院 要请大帅出去说话 不见 叫他打进来 院外天井中间 站着的沙罗奔 隔门笑道 张大帅 何必拒人千里之外呢 我与大帅老相识了 何妨一见呢 张广司理了理发辩 将朝官朝珠带了 也不配见 吻了吻神 夺出殿外 站在眼下 正好与沙罗奔 对面相望 沙罗奔面带微笑 贪手一躬说道 张大帅受惊了 沙罗奔此举无礼 是迫不得已 你我在此情此景下见面 是非我之所愿 大帅看去老了点 气色还好 比前年胖了许多呀 张广司已将生死 置之度外 气度反而从容不迫 他盯着沙罗奔 高大的身躯 一时才说 你进殿来谈 沙罗奔笑道 身系金川 十万富老的安危 我不能身犯险地呀 张广司冷笑道 我身为朝廷 极品大员 岂有其人之理呀 沙罗奔操一口 纯熟的汉话 彬彬有礼 又是一功 我被大人骗得聪明了些 我说您胖了 就是指您食言而肥 他从怀里 抖出一张纸 问道 这是在大金川 和庆赋 您 还有郑文焕 军门 签的合约 上面有您的 亲笔签名 头一条 就是不得无故 再脚筋穿 您食言了没有 张广司顿时语色 勉强应对 甘笑一声说 所谓此一时比一时 你这样满怨 刀枪想必 大丈夫为死而已 岂有趋于你 贱奴淫威之下之力 说罢 回身便走 沙罗奔额前 红金爆起 见张广司回头 声音暗雅 深沉地笑道 张大帅 禁殿和院中 有何分别 外边我有一万藏兵 个个与你仇身四海 其实我一挥手 这院中的兵 请客之间 就能将你们 都剁成肉泥 他缓和了一下口气 你 我知道 不怕死 但你既忠于伯格达汗 就该为君父 颜面着想 三军败溃 主将被擒杀 难道不怕 乾隆老子蒙羞吗 张广司没有想到 这个小小宣伪史 竟有如此胸怀 和深谋远虑 活命的蜥蜴 刹那间 也是一动 随转过身来 就这样谈 你有什么章程 说 张广司到这份上 还拉架子扯硬弓呢 沙罗奔 见他这色力内忍的样子 嘴一脸 几乎笑出声来 盲又脸了 正容说道 我的兵 可以立即退出 刷精寺半里之遥 这里的粮食 要全部运走 你不要发怒 我们缺粮 不因你们背信弃义 违约来工的缘故 第二 收缴你和你的 卫队手中的武器 不准跨出刷精寺一步 张广司哼了一声 缴我的蟹 你想活捉我张广司 沙罗奔大笑 挥手说 好 看在故人份上 我们不缴蟹 把粮食搬出寺 叫劳清能动的藏民 都过来往回运 我们撤出刷精寺 说吧 又一攻 说声梦浪了 前呼后拥地出去了 沙罗奔一行 出得刷精寺 但见到到处 都是扛粮的兵士 熙熙攘攘 挨挨擦擦的 人人手里 拿着牛肉 肩上扛着米袋 往清水潭方向走 沙罗奔见人群 如此乱哄哄 不禁皱起眉头 吩咐身边一个藏兵 说道 传我的令 所有的藏兵 都把米袋 就地放下 叫叶丹卡过来 那藏兵一边跑 一边传令 又喊 顾扎老爷 传叫叶丹卡 一时 便见一个中年汉子 擦着满头大汉 一路小跑过来 他还没有站稳 脸上以重重 挨了沙罗奔两戒耳光 谁叫你的兵 也酝酿的 沙罗奔红着眼 恶狠狠地吼道 立刻列队 向西进发 汉狗子的主力 肯定已经向松岗运动了 大敌当前 是倒腾这些烂东西的时候吗 这里 留五百人围困刷精四 把这里清兵的帐篷 柴炭 灶火吹炬 全部烧掉砸毁 叶丹卡忙 答应一声 跑到转经轮前 呼喝指挥调度 沙罗奔用袖子 开着满头油汗 对身边的桑措说道 人错活佛 就要带人过来运粮了 叶丹卡的兵 由我带着向西 和罗为我军会合 你有年纪的人了 就留在这里 听活佛指挥 记住 肥四第一 夺梁第二 劳青的兵 叶丹卡怎么带的 像没有投羊的羊群 现在敌人只是被我们打懵了 不能等他们整好 要在半路上打散他们 说话间 藏兵已整好行武 叶丹卡扯着嗓子训斥一顿 小跑过来向沙罗奔请示 沙罗奔指着西边的运粮观道 大声说道 罗为我们的人 已经截断了 纳钦到刷精寺的援兵 下寨 他们两千 松岗三千 纳钦的中军六千人 里边只有一个骑兵还能打 正在拼命地向刷精寺冲 敌人虽然比我们稍多一点 但他们已经乱了营 官找不到兵 兵认不得官 我们要趁乱打过去 兄弟们 带上牛肉 边吃边走 敌人饿着肚子 在泥潭里爬了一夜 他们不禁打 阴剑人牵过马 直到是从张广四营里脚的 一笑上马 扬边直道 走 那秦连夜退兵 没有走到松岗 便遭到罗魏三千藏兵的强袭 深夜处在黑暗中 又全然无备 请客间就炸了营 那些藏兵个个骁勇异常 呼喝大叫 号角呼应 前赌后追 中间割切 打得官军乱成一锅粥 可怜这些官军被藏兵紧紧赶杀 陷在这草地路上 路上镖石被拔得干干净净 又不敢乱跑 几个月没吃到青菜的官军 一小半得了鸡饰眼 竟似瞎子一般 游着藏兵砍瓜切菜般的载舵 那秦的三百名亲兵 见大队人马被杀乱了阵 簇拥起那秦 便向南走 要逃回下寨 但见昏暗的星月 微芒之下 到处黑影闯闯 炸呼声 喊杀声 招呼声 惨叫声 兵器相遇 相击声 此起彼伏 混成一片 满泥地里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官军尸体 带辫子的人头 在泥浆里被人踢来踢去 再往南走 厮杀得愈加凶烈 冲一处被堵一处 似乎漫野都是藏兵 处处都是刀枪剑术 众人一看不对 又驾着那秦向北学 幸得一个传令兵 熟悉道路地形 做好做歹 搓弄着那秦 停住在一块 长着子孙怀灌木的小高步上 那秦惊魂未定 又见一股人马黑地里杀来 顿时浑身一阵发凉 腿软 就要下座 却被两个亲兵死死架住 那秦这才细听 这对人马呼喊进来 却是汉话 那中堂 那中堂在哪里 我们是赵慧的兵 那秦这才三魂收据 七魄人敲 觉得当下异常不疏意 隔裤子摸摸 知道不好意思的 口中命道 叫赵慧过来 我在这里 手下兵士便齐声呐喊 那中堂在这里 传赵军们 一时便见赵慧带着几个人提刀射水的过来 赵慧边走边叫 那中堂 不要慌 我来了 那秦不等他到跟前 便急急问道 你还有多少人 还有多少人 赵慧仰面看天 像是极力在寻找着哪颗星星 口中却道 我的兵死了七百多 还有不到一千人 现在最要紧的是把我们的人聚拢起来 这样打不到天亮就完了 现在还不到丑时 那秦只在地下转圈子 口中喃喃而语 这怎么好 这怎么好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呢 赵慧见这位矜持傲慢的相爷 如此浓包 暗地地苦笑一下 发令道 所有人齐声高喊 赵慧在这里 官军靠拢过来 往后传 赵慧在这里 官军靠拢过来 往后传 赵慧在这里 官军靠拢过来 往后传 一千余人 扯嗓子齐声高呼 历史压倒了杂乱鼎废的战场喧闹 这一招果然见效 正在乱中拼死挣扎的官军 三十一群 五十一伙 从南北两路边杀边冲 向这边渐渐地靠拢过来 那秦这时才完全镇定下来 忙着叫亲兵 船膨掌游击以上的官佐 各自集合自己的部下军事 然后过来听令 草地上又一个黎明来临 太阳像往日一样 懒洋洋地 从远处地平线上爬出来 引在稀薄的云层里 有点像一只 没有煮熟的蛋黄 将草地上的老水 照得发亮 从四更天起 一阵号角响后 藏兵便退出战场 来得突兀 去得也肃然 一时三刻便消失得 无影无踪 此刻映着淡漠的阳光 看着一夜恶战的疆场 真是惨不忍睹 从高步向北二里 绵延向南 没有尽头 清兵的尸体 像割倒在田里的骨骨 有的地方 断断续续 熄熄落落 横七竖八地撂着 有的地方挤成堆 剁成堕 斜躺着的 仰卧着的 半煮着刀 将跪着的 背靠背坐着的 什么样千奇百怪的都有 降红色的泥浆地上 停着被砸得 稀烂的凉车 一包一包 没有被敌人 来急带走的粮食 被绊进在泥水里 带着血污的号令旗 被挑在一只缩镖上 被小风吹得 一掀 一动 赵慧的目光 从战场上收回来 对闷作发呆的 乐钦说道 乐相 我们清点了 连商号在内 还有两千七百九十四人 我过约 撤回下寨的 不会少于一千人 陆熟的兵 也许从北路逃回松港的 也会有一点 下一步怎么办 请中堂试下 乐钦呆着发红的眼 半傻才说 藏兵一来偷袭 我就派人命海兰茶 来接应救援 他竟敢未战不前 隔岸观火 现在不和他理论这些 我最担心的是张广四 不知怎的 我觉得他已经出事了 他一下子站起身来 不行 我们得赶紧增援 耍镜四 赵会没言声 赶紧集合队伍 赵会从唇间 蹦出两个字 许久才直指 横躺的满地的兵士说 不行 他们饿着肚子打了一夜 现在根本不能再战 我们现在要到松港 先让兵士吃饱 才能说别的 海兰茶不来圆 我估着 是张大帅那边出事 他去救援了 或者我们的信 根本没有传到松港 昨夜那情形 海兰茶来又如何 他不是笨人 肯定就刷精四去了 赵会这一提醒 乐钦才觉得 自己也是肚里空空如也 琢磨着赵会的言语 怎么听 都像是在骂自己是笨人 想起下债赵会的建议 不离不禁又羞又闹 加上肚中饥荒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但此时除了赵会 无人可用 忍了又忍 只得把怒气 强往肚里咽 所以强笑道 好 依你 正要发令整队 赵会摇指北方 脸上站出笑容 说道 中堂 海兰茶的饼 都扛着东西 给我们接济吃的来了 乐钦顺着他手指方向看 果见一大队兵士 尾夷蜿蜒进来 却没有马匹 人人肩上 鼓鼓囊囊 扛着布袋 他的眼睛一亮 随即暗淡下来 变得一场冷漠 只说了句 海兰茶也来了 好安逸呀 还骑着马